法国网络媒体葡萄酒探险家记者来台采访制酒业者 8日由副舰长柯承访 财政处长詹明睿 台大城乡所陈良志老师 丙申酒庄庄主杨丙森等贵宾共同与会 我们有非常优良的一个酿酒的技术 透过我们改良厂的协助 所以让我们彰化的这个酿出来的葡萄酒 可以声明远播 连我们法国的媒体都慕名而来 来我们产地来我们酒庄来采访来了解 因为我们彰化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葡萄生长的环境 让我们加强的行销 让我们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 所以我们希望不管是我们的葡萄产业 我们的葡萄酒 我们继续的结合我们的农民 接合我们的酿酒师 还有我们的酒庄 继续让我们彰化的葡萄产业 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因为彰化是一个大厚的核酿 所以从20岁年代 科夫县长表示 由于彰化在农业上的努力经营和研发 让彰化相友 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来自彰化的美名 而且酿酒葡萄更是全国种植最广的地区 彰化所生产的葡萄酒 采用原料是严选自家生产栽种的葡萄鲜果限酿 一采摘后马上进行发酵 这样的制成与其他国家的葡萄酒制成不同 让葡萄酒不仅新鲜更有热带水果在地风味 透过酿酒师的巧手 酿出有台湾风土味道的葡萄酒而令人惊艳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